一型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 应当有全球的科学家来合作开展 而不应被政治化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已就此做出明确结论 中方在溯源问题上一直秉持开放 透明的态度 两次邀请是为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的研究 世卫组织于今年三月发布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溯源研究报告 联合专家组撰写的报告遵循了世卫组织的程序 采取了科学的方法 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在溯源问题上甩锅推则的行径 同当年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种谎言的行径如出一辙 这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 相信也会受到有识之士的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政治化 停止污蔑抹黑中国 在溯源问题上采取开放透明的态度 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 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 到美国去开展溯源的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